我還是因為最近吹起了一股叫 若隱若其風 真的... 我女生才太好了 太少了 妳這真的看得到 真的看得到妳 我把比比... 她看得到是不是 我把比比妳外出 真的嗎 妳可以耶 有沒有 妳不是說好不敢... 心裡要不敢靠近 可能真的看太近 因為我認識達人哥 對 好可愛喔 好可愛 妳真的好看 超美的 好像...好像沒照臉 等一下 腳秀一下 很美 轉轉轉 好好看 妳屁股好翹喔 等一下 妳拿過來 可以的 可以的 很翹 在你認識新鮮事 幫妳解決所有事 歡迎收看 翹翹同志展 從年回來介紹一下 歡迎鄭仲英 珞淇 何美 舞陽 以及時尚專家林葉婷 穿搭達人 男生 大家 嗨 我覺得今天可以來到這一集 應該都算是時尚答案 因為大家應該今天都有特別精心打扮 對 所以我們來介紹一下大家的 我們從仲英節開始 我基本上就是現在萬年不敗款的 下半身失蹤 好美 可以吧 很美 這裡的腿很好才能 對 基本上我們只要這樣穿 就會覺得腿是修長 比例好 是的 是的 但是妳的襪子也是不一樣 就有點泡泡的那種 泡泡的那種 就是有點泡又不太泡的 對 現在要下一個 聽得懂嗎 有點泡又不太泡 有點微泡又不太泡 可是還是不濕氣 它泡泡的風格 沒錯 對 好深喔 好 好 若吉 好 接下來大家會不會感覺到 有陣涼風吹過 怎麼了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因為最近吹起了一股叫 若隱若其風 真的 真的 妳身材太好了 真的 真的 妳真的超辣的耶 因為就是我很喜歡這種 透膚的這種衣服 就是它可以顯身材 然後我隨時會檢視自己 妳這真的看得到 真的 看得到妳 她看得到身體 她看得到身體 我把他比比妳外面 真的嗎 真的嗎 妳可以耶 妳不是說我都不敢 可能看太近 因為我認識達人 對 派上我這蝴蝶結的頭髮 就是最新時下流行的 就是我穿搭著的結痕 若隱若其 加上蝴蝶結 若隱若其 真的可愛倒不行 她自信帶 很可愛 好 很美 是運動健身風 對 而且呢 我會故意配一個 那個西裝外套 就感覺 因為感覺下身就會 比較羞腸 這裡對不對 對 很帥耶 可以也可以 真的嗎 對 對 褲子一定要有小心機 因為瑜伽褲 已經不再是一般的瑜伽褲 可是它有點 後面這邊要抓皺 然後感覺又顯露 真的 好看耶 好看耶 你真的好看 超烈的 好像 好像被皺臉嗎 等一下 很美很美 轉 好好看 很翹 你屁股好翹喔 等一下 很美 我發現有一件褲子 很適合你 就是屁股露出來的 屁股露出來 屁股露出來 那誰穿啊 對 就是後面 就是因為我們有時候屁股練得好 要給人家看 就是人家說脫褲子放屁 就不用脫褲子 真的 屁股練得好 你就可以直接衝出來 這個你怕得懂嗎 太誇張了 這個我看不懂 真的 我也有 如果把這個褲子 打配我這個聲音呢 很可怕耶 先交個穩路 我想看你現場換 我要晚一點 吃個褲子嗎 我想一下 我們要問一下南希姐 請問這個什麼時候 開始流行這個蜜桃健身 去年或是兩年前 從歐美流行過來的 因為歐美有一個蜜桃屯的代表人物 就是金卡戴山小姐 她那個卡戴山真的是 對 有一點誇張 因為她有一個很招牌的一個 封面照片 就是她在雜誌上 然後用她的屁股翹起來 然後在屁股上面放牛奶 喔 真的 那個真的 真的 可以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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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強 沒有這個可以放 不行耶 那個可能不行 真的 妳是有平常的 我其實沒有認真運動過 那妳怎麼可以這樣子 就是天生體脂比較低一點 好啊 真的 真的假的 這個就是會被人家討論 真的 真的假的 可是我們最好奇的是 穿這種褲子 這裡不是很白熟嗎 對 這個要怎麼剪 可是她好像棒數夠的的話 跟她的剪裁有關係 是要買棒數 我最近很喜歡一個 韓國品牌的衣服 然後我就覺得這個很流行 可是我穿的時候呢 有一些台灣人生會說 如果她們穿的話 會很抬 可是我不這樣子覺得 我如果覺得妳有自信的話 妳這麼穿 就自己帥就好 因為有一些大哥 如果有一些吃檳榔的習慣 然後又騎摩托車腳髒很開的話 對 對 但她長這個臉是OK的 她硬在臉而已 對啊 硬在臉而已 這可以吧 所以我們要來問一下專家 到底哪一個 妳覺得她是有一點時尚災難的 我就選舞陽 太好一點 為什麼 因為我覺得現在是什麼季節 對 春夏 春夏的對不對 可是她這件是毛毛的這個西裝外套 有一點肉 有一點肉 所以我覺得她沒有穿在季節 我跟妳講 她馬上可以脫了 她粉絲可以 口袋拔下來 怎麼 就脫一脫 三個 哪有人講求人 沒有人家出門的 哪有人講求人 哪有人講求人 沒有人講求人 妳選一句 那真的身長 去換這件褲子 妳換這件褲子 妳換這件褲子 那男欣妳覺得哪一個是妳覺得災難 怎麼辦 我也想要選舞陽姐 為什麼 妳不能一天出她了 同步 不能出人同步 妳就是要排除她了 還是這樣一個 硬要選的話 我可能就真的逼不得了 要選仲英姐 為什麼 是不是不可以了 真的很痛苦 中音姐可以試試看 套旁邊的西裝外套 這會感覺很有氣勢耶 對啦 好可愛 我覺得這件很OK耶 可以... 好適合我 大家好像何美 有時候流行的東西 會讓很多人看不懂 他們會覺得 怎麼最近又流行這個 所以我們有做一個街坊 看有什麼是大家看得懂 看不懂的呢 我看不懂的是 就是那種蝴蝶姐穿搭 看起來好像 跳芭蕾舞的走出門 泡泡 就是覺得 感覺腳會臭 波巴鞍穿搭 好像 他們的狀況在講 會很像 拔卷吧 捷運公車上 會看到 就是路上 他們可能覺得路上不重要 目的地的展現比較重要 看到帥哥直接拿下在他們 所以看不懂的就是 警戀 我覺得 很像狗戀啊 警權 因為我覺得夏天帶就是很熱 然後會很不舒服 就感覺累累的 而且那種色情不累的感覺 緊身瑜伽褲 因為我們會覺得 有點像 美衣褲 穿緊身瑜伽褲 在外面走了 那個 真的看不懂 後頂的 抵這麼高 當作我在抬高跳 而且還怕走一走 腳會拐到耶 穿短褲 我們在修套 有臉多死那一球 雖然就感覺 像是一種 概念這樣 我覺得這裡褲應該是 在家裡穿會比較舒適 就是 太短了 穿出去的話有點 很臭 很臭 我們在最後也會看到 舞陽的朋友耶 對啊 那個六太圓了 沒有 你們一起去選的嗎 對 剛剛講了很多 其中有一個滿多人說就是 蝴蝶結穿搭 對啊 像說 我也有耶 蝴蝶結很可愛 好不好 超可愛的 超可愛的 你看得懂 我是看不太懂 如果放在穿搭上面 衣服上面 真的 我有一件褲子是旁邊 整個都是蝴蝶結 好可愛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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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場就有 對 就是像這種 這個 這個是蝴蝶結上衣 這是蝴蝶結襪子 那個襪子超可愛的 超可愛 是蝴蝶結的 我也有 你看 好可愛喔 我也有這個 好可愛 我們看到 看不太懂 全部都是蝴蝶結 我跟妳講 妳如果穿整個襪子 再加什麼 妳剛剛給我看能吃哪一個 這個嗎 就是這種東西 妳好像是一雙鞋子在出來 你知道嗎 就是全部是打結的 真的 這個就是流行嗎 那個IG啊 這邊不是都有那個 蝴蝶結 對 其實我覺得蝴蝶結 是妳要心態要正確 雖然我是38歲了 但是妳用這個蝴蝶結在頭上 妳也不要覺得有違和感 妳就覺得自己就是很可愛 對 我覺得不要太多 我覺得是 對 我覺得蝴蝶結這個你看不懂 我看不懂 你也看不懂 但我覺得戴秀套那個 我也更看不懂 怎麼蝴蝶 這不是 這不是開車去車的時候 這不是開車去車的時候 你在幹嘛 我們就好開一切一個十樓 那麼多 你看這裡我也有帶來 我超多 這個是短的 這是防曬 短的我稍微OK 防曬去模特兒真的 河美那種我就真的有點 河美你這個蝴蝶 沒有 河美那種比較合理吧 不不不 它那個很長耶 可是 衣服接起來就好 對 我也是這樣覺得 造型 所以這樣子走路出去 就覺得 就是不會太單飽 你現在如果只這樣穿 有造型感 夏天 可是有這個就覺得 好像滿有氣勢的 還是妳是怕 如果妳在穿那個碎花的 就真的唱 農家 我沒有要去農家 我現在要去那個採茶 或什麼的 而且剛剛其實還有一個 像是講 很多人看不懂什麼 毛毛的拖鞋配襪子 那個超可愛 那個超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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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很舒服 那個螺型 那個超醜的 真的嗎 我跟你講那個邏輯好奇怪 什麼邏輯 你如果覺得熱 你穿個襪子幹嘛 那你如果覺得冷 你穿個拖鞋幹嘛 然後你把另一個東西混在一起 我們是只有鞋子喔 而且就是一定要加上襪子 這樣穿才會好 一定要 妳的嘴才會好 妳的嘴 好可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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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之一有人把那個動物 穿在身上好吧 真的 真的 我覺得 真的就是冬天的時候 在家裡穿的鞋子啊 而且之前也有那個 雪靴的拖鞋 對 對 好可愛 對 東洞鞋也是 一定要有這樣的一雙襪子 真的 超可愛 好可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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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你講 總之今天你要配這個 你要配這個拋鞋襪比較好看 要配拋鞋 這是厚一點 因為你那個有點太薄了 薄一點 可是在夏天才會很熱 對 好愛心 看得懂嗎 好可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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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不懂嗎 我們今天男生太少了 只要不能 不滿多 對嗎 你看 這是泡泡襪 來 綜藝來試穿 你看看 對 它就是要 你把它脫掉一隻 對 好可愛 這樣很有份量 好可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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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年輕感 好好看 如果你是這種 鉛筆腿的話 就滿適合的 對 幫我們介紹一下 到底什麼樣身型 可以適合像這樣子 毛毛的拖鞋 或者是不一樣的單品 因為大家還記不記得 其實這個毛毛拖鞋會流行 是因為 好像去年吧 就是UGG開始流行 可是UGG其實是好像 我們小時候也流行過 對 然後它後來 現在也是因為 Y2K風潮 所以它是跟著流行 然後包括 韓國的歌手 像 New Jeans 或者是Black Pink 他們都分別都會 穿上這些UGG的靴子 然後 我覺得比較適合的身型 就像仲英姐這樣 就是 腿系 鮮鼻腿 對 鮮鼻腿 然後搭配那個泡泡襪 它可以中和掉 因為如果 仲英姐腿這麼細長 可是沒有穿泡泡襪的話 它直接單穿 其實看起來很單薄 對 就是比較 而且感覺就是 菜市場買菜 對 沒錯 可是如果你加了一個泡泡襪 就會增加它的正式感 對 正式感 正式感 其實它剛剛有特別選舞陽 有偷偷跟我講說 它是覺得它的 它上面穿這麼有型 穿了一個白鞋 就有點無聊 因為我覺得 重點是我的身 半身 好了 老師突然覺得那個白鞋 不是 重點是你的身體 她說 她覺得你如果穿這一雙 就會更有型 這個答案 不會 認真 認真 試試看 對 老師妳知道 她腳有沒有臭 好像 真的嗎 哪有 感覺滿合理 比較有型 有 沒有 沒有對不對 有 我覺得 就是有點 流行的元素在身上 對 就比較有型 對 因為她上半身穿得不太OK 真的 因為這樣 要配起來 一直攻擊 可以嗎 你這樣不行 對 去中道還是什麼 如果說 如果說她的上半身 再合身一點 也有可能會好一點 像這樣子就 因為上髮下髮 妳這樣上半身真的 有點像阿公的衣 阿公喔 不是插秧啊什麼 後就 反正就 如果要戳在那些上衣就對了 所以妳把上衣脫了 我覺得妳如果穿這個呢 穿什麼 這個 妳又拍冷心的衣服嗎 沒有 這是工裝裝 我不知道 這個是中性 我覺得好像不要穿比較好看 沒有 妳就看著這樣吧 工裝應該也滿好看的吧 這樣好看 好多喔 這樣好多耶 這個 你就要這樣 幫我們走一個秀 這個 很好奇 可以耶 是不是比剛剛好看 時尚很多耶 好像很時尚耶 好多喔 而且又金色 而且又很漂亮 可以 可以 好 好 好 到底春夏流行什麼樣呢 我們來看一下什麼單品 大家覺得 春夏妳一定要有 像我的單品就是這種 洞洞的 洞洞的衣服呢 妳會覺得說好像只有 這是什麼 妳覺得好像只有 然後再去那個海邊才能穿 妳這裡面會穿衣服嗎 妳是把衣服 這個內褲要怎麼穿 還是穿外衣服 這個如果妳裡面穿一個 那個身體衣服 就是那種連身 那種身體 或者是妳裡面穿那個衣服 那像比如說 妳像牛仔的這種 也可以外搭 有沒有看 多層次穿搭 如果你外面下面再搭那種長裙 有這種文青感 如果你搭牛仔褲 你會覺得有點帥氣感 完全沒看過 我是有點不敢直視 那如果是比如說 妳要想要性感一點 它可以開插在側邊的 你看 旁邊的抖 那種小可愛 就穿前衣服 比較換衣服 因為比較關褲 關褲就很好看 很日系感 然後如果運動有沒有看 妳是怕熱是不是 妳懂什麼 因為我這個人就是 我很值得大家起來探索這樣 對 探索 對 探索 對 探索 妳會覺得 她怎麼會穿這樣 妳就覺得引發人家好奇心 就想要妳褲子 對 然後妳就覺得這樣穿過 可是我說真的 如果你穿上去海邊 你到時候 我真的有這樣過 真的假的 我穿上 我去SUP 然後這邊兩個腿 原本這邊都是洞洞 然後回來曬出 都是洞洞 真的假的 真的假的 這個真的好難 我記得那個 何美穿那一件黑色的 哪個 妳現在手上那一件黑色的嗎 手上那一件黑的 的外面那個照 好看耶 妳穿那個照衫 照在妳外面 對 是不是這樣就比較好看 好可愛 是不是 有耶 這樣子就有點 若隱若其 若隱若其風了 對 不小心就會走到我這邊來 OK 而且我覺得這對於 如果身材沒有這麼完美的人 來說是一個修飾 對 修飾 就不會一側一側 而且妳知道這個好處是 就是裡面穿長袖 然後就穿這種 比如說現在很流行 這種落井的這個 穿起來也會好看 就看起來很多層 只是很個性 這個就是剛剛人家看不懂 就是純圈的 但是套上這個襯 這個針織就可以 穿起來就很合理 妳們可以一起去海邊了 對 我們可以一起去海邊 很可愛有沒有 這也加分了對不對 有耶 對啊 超好看 我是食尚 食尚敏樂度很高的一個人 哇塞 自己這樣子 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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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老師說的 我覺得像何美這樣子穿 她如果可以再搭一個 腰臉 對 腰旁邊的話 就會很日系 對 好看 像現在很流行那種 鐵的 然後花的 然後串在一起的腰臉 對 然後再把它稍微上提一下 就是可以修飾整個曲線 對 更明顯 對 更明顯 對 像很多日系的女生 她們都是比較 嬌小的 然後她們穿那個其實就很好看 因為她們就會 善用一些配飾 對 或者是長的項鍊 對 達成這個 視覺感 對 花花應該也很適合妳 因為她個比較小 我剛剛真的滿 所以很適合那種 花花今天身上就有一件 對 把它弄開來 對 把它弄開來 對 把它弄開來 所以我要多一個這樣子 長一點的 才看起來比較 如果是長版的話 這個要長版 對 所以若琪那個運動 那一件運動風的 我覺得她配紗裙也會很好看 很可愛 對 像是配紗裙 對 配紗裙 所以如果你不敢整身動動的話 你可以把它分開來 不一定紗裙 比如說像這種材質 像公主的那種 對 像這樣子搭配也會 也會滿好看 然後配一個馬鈴 對 因為像今年也滿流行這種 比較西平的 垃圾袋 垃圾袋 吸收紗 它很像那個垃圾袋有沒有 那今年就滿流行這樣子 去做裙子的 對 好看耶 因為 對 所以今年夏天 春夏開始就會衝刺的 運動 不要全身上下都運動 就運動可以跟 比如說性感 甜美 去做一些混搭 反而是今年的流行重點 對 我就覺得我是可以把運動 跟平常結合在一起 因為像今年流行小白裙 可是你看 我今天戴的這個白裙 都是我打高五福球的裙子 所以我可以打球的時候穿 然後平常的時候也可以穿 所以妳平常穿 會做怎麼樣的搭配 我平常穿 可能就是像今年流行這樣子 搭一個上面寬鬆的東西 對 上面這樣寬寬的東西 這樣搭 對 然後一般就是 像這樣西裝外套 就這樣子搭著 對 西裝外套 就這樣搭著 現在有滿多國外的男生 開始穿白裙裙 男生 我覺得舞陽帽試試看 穿這樣子 好 不要 我們請 要給舞陽試試看嗎 要給舞陽試試看嗎 好吧 好 新娘 我試試看 你那個很流行耶 所以他們裡面會再穿褲子 他們會再穿一個西裝褲 穿不下 穿不下 但是我套一下 比一下就行 我 我這次看過好多白毛 其實蠻好看的 不是 其實要像這樣子西裝褲 會比較搭吧 這種卡其色的西裝褲 然後配個黑色的白褶 其實蠻像那種蘇格蘭 而且男生這樣穿 然後配個靴子 超帥 不是要拍我們東西 沒有 真的 真的啦 真的啦 你去國外很新真心的 真的不敢 下一套 謝謝 看不懂我就是 好 接下來何美 我自己穿搭的習慣 是喜歡上面穿短板一點點 露出一點腰 然後下面要寬一點點 所以我都會喜歡這種 有扣式的 對 這個很流行 腰褲 然後它又有一種放大 就讓你的腰視覺效果 看起來更小 然後下面寬寬的 你再配一個球鞋 或是後頂鞋 就會覺得腰非常細 然後胸部以下都是腿的感覺 對 我很喜歡這種 小個子很適合 而且它這種褲型 就今年滿流行 叫做 它很像剪的感覺 然後強調你的腰很小 屁股很大 就有蜜桃臀 就讓人家有一個想像空間說 你的褲子裡面就是蜜桃臀 對 跟姊一樣大 這幾套 如果要選一套買給老婆 你會選哪一套 其實我滿喜歡剛剛那個 我自己不行的 但我喜歡女生穿 百折裙 我自己不行的 我自己不行 但我覺得老婆穿會很漂亮 女生可以穿 對 而且你老婆是辣妹 所以穿的應該滿 就滿適合去打網球 去健身好看 對 很陽眼 就是那種感覺 好 所以我覺得其實穿搭 對於身型來說 選擇很重要 所以我們來看看 每個身型有什麼不同的呢 我們介紹一下 不同體型 怎麼穿才好看 MISS CHOCHO幫我們準備的版本 第一個是沙漏型 然後我們有分三個 上載 下寬 合身 跟OVERSIZE OK 接下 沙漏型的就比較不適合 穿OVERSIZE的東西 對 大家站起來讓老師看一下 現場有人是沙漏型的嗎 其實我覺得現場裡面 一看大概就是 和美跟若琪 若琪今天是 只有今天是 她是沙漏型的嗎 只有今天是 只有今天是 為什麼 因為以前我對她的印象是 洗衣版 對 她今天穿這個很有曲線 真的 不知道是她最近變得有曲線 還是真的 沒有 因為我被這個衣服就是洗 因為她是個比基尼 感覺就胸部會比較大 因為我平常這邊是比較 就是比較說 人家俗稱的 時尚胸 那以後我也有時尚胸 那時尚的衣服的色 已經很聰明了 但我穿的這個 就感覺有點膨脹 所以裡面就會放大 就感覺就是比較平衡 對 所以她那邊圓圓的 那個浦浦風的圖案 她圓圓的都被她放大 對 平常我老公都用3D眼睛在看我 對啊 3D 妳才可以看得出來是什麼 妳就做這樣子 對 是平面的 要勾緊眼才看得出來 太辛苦了 太立體 然後裡面代表型應該是和美 她就是 標準的沙漏型 對 沙漏型應該是女生 滿夢寐求的 對 就是S型的表現 對 因為以前很流行那個 紙片人 可是現在就比較不流行 紙片人對不對 對 紙片人比較有肉的 所以要有胸就是胸 腰就是腰 臀就是臀 所以像這個呢 如果你穿了超級尺寸的話 就有一點可惜了 所以 對 所以你剛剛穿那個 超級尺寸的外套 我就覺得有一點可惜 所以不是後來的 是可惜 她這樣丟掉 我帶走 所以反而你可以穿像這樣子 前面就是露出腰 然後稍微可以試穿一下 好耶 我們用她來套一下 其實這樣子 其實可以把身材展現出來 對 然後有一點皺露出來的感覺 對 好耶 所以前面空的雲 是要維持她的那個 沙漏型的樣子吧 對 好好看喔 然後你這樣會空一點起來 要這樣大一點點 好啊 你就會發現說 她的剪裁就是有一點X型 是 就是沙漏的感覺 超好力的 然後你舉手 你會看到自己 就不會一直被看到 但是 好漂亮 但是呢 就是稍微有 若隱若現的感覺 對 她的版型很近 好厲害 對 那接下來這個梨形 梨形我們來揭曉 好 梨形好讚喔 其實有哪一個 是比較屬於梨形 這個我來 就是把你想要表現的重點 都放在上半身 然後比如說我上半身 可以盡量多層次 就是又穿背心 又穿T恤 然後把妳想要表現的重點 不對稱的檢查 然後下半身盡量就是黑色 希望大家把彎柱放在上身 對…就是 雖然我今天也有一點層次 但是 我覺得就是盡量把妳想要秀的東西 或是設計的東西 亮色系盡量放在上半身 然後下半身就盡量把它模糊點 比如說妳可以 比較胖的時候 妳可以找這樣的褲子 有沒有 這個也好看耶 又有造型 它就可以這邊又是蝴蝶街 有一個造型 因為如果你怕看到妳的大腿跟這邊的銜接處 那它就幫妳遮起來 真的耶 而且是有些小腹凸凸的人 也可以穿稍微遮一下 對 它就有一點不對稱的感覺 然後就有一點遮住 就可以遮住妳下半身的離型身材 或是大腿根部會比較粗的人 它就有一點可以幫妳… 密大腿那種 對 密大腿聽起來是好聽 萬一是推口的話 就可以把妳推口 有一點點修飾妳這邊 就有一點穿小裙子有沒有 今天現在倒三角非常難穿衣服耶 不知道它適合怎麼穿 可是男生倒三角穿 我們有難 真的是比較像倒三角 我覺得倒三角就是舞陽 就是男生打不通是倒三角 對 它也是倒三角啊 對 就是肩膜比較軟 我想問老師 這個是男生女生都適合嗎 這些穿的 沒有 這邊現在應該是女生的 我覺得如果是女生 她的身材是倒三角型的 倒三角 我覺得最適合的 應該是超級尺寸 因為我覺得她是比較 怕她的肩膀比較寬對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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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看起來太細了 但如果是超級尺寸的話 她會比較平衡 就是平衡的感覺 比較好看吧 我馬上來揭曉一下 倒三角型適合嗎 好 適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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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對 她比較適合 她比較適合是倒三角的下子 重音的那個西裝外套 就很適合倒三角的人 對 因為它上面可能比較厚 很挺寬 然後西裝外套大部分都是V型的 所以它會讓妳上半身有切割很多塊 也會比較挺 所以妳就覺得厚是理所當然的 然後當然 但是如果下半身 如果妳是穿很超級尺寸 就會顯得太厚 對 就是 會覺得大支 對 大支 所以像這樣子就 就會滿適合倒三角的人穿 因為可能她可以把她的肩寬挺出來 所以可以像我這種肩線比較再over一點的嗎 降級線 降級線 不能再大 不能再大 而且它有一個V型 所以可以讓妳的上半身 就是呈現是一個方形的 可是下半身盡量就要俐落一點 就是沒有一些設計 妳說那老師 我不像莎莎的腿那麼細的時候怎麼辦呢 那妳就可以穿這種像牛仔裙 有一個裙子 比較 對 比較簡約一點的 就今年很流行窄版的裙子 像幾樣 對 鉛筆裙 對 就是這樣 真的 真的 不一定要全身上下都是一個寬 Oversize 對 那如果妳看 它如果這樣子又Oversize 如果再搭配一個紗裙的話 那就會Oversize 整個人太膨了 妳就會覺得 對 妳就會覺得妳的 很像泡芙阿姨 對 像那個沙丘裡面那個罐 我給我無忌的感覺 對 對 直拿 好 進去 那接下來這一個 這一個直筒的 因為我發現很多人都是瘦瘦的 但是基本上都是直筒 等一下 那我想問 現在這邊來賓有人直筒型 我 平衡比較重音 對 重音的身材就滿直筒 因為我們有什麼腰耶 其實 像他們很多就是那個腰線 會這樣子有這樣子 這樣子出來 可是我的就是只有這樣 其實我陪伴妳 我其實也偏直筒 這也是偏直筒 因為我上半身就是 太短了 腿太長了 就是有時候腿就是 我要抱緊 我要抱緊 嗶嗶嗶嗶嗶 這是在自發 腿太長 就是腰還沒長好 腿就先出來了 摩托人身材就對了 對啦 所以就是腰很無險這樣 對啦 可以看NO NO YES吧 怎麼穿才好看 我也覺得NO NO YES Oversize Oversize 為什麼 我真的完全不懂 因為直筒 它也都瘦瘦的 或者是肉肉的直筒 那你就可以盡量把上載 下寬 就那種小可愛 然後下面像環褲這樣 對 垮褲 那也會滿好看 或者是寬寬的T恤 可是如果你上面去搭配了一個 這樣子的 而且日本也很流行 有一點配件去把它過壞掉 過壞掉 你看 如果你完全只是一個T恤 無聊 那你就可以利用一個配件 來讓它 造型的感覺 對 讓它比較有造神的話 就會滿好看的 就是像 對 就像娃娃的 像是婷老師說的一樣 就是直筒型的身材 它就是要上半身盡量的浮誇 跟剪裁盡量的大膽一點 像是這種泡泡手 對 對 或者是 對 像你們兩個身材 對 或者是像洛琦帶來的那件 對 它的領 像燈籠袖的感覺 對 燈籠袖 我覺得也滿適合妝的 對 所以就給他們一點分量的感覺 對 有一些東西在身上 我拍戲就比較會選這種燈籠袖 或是泡泡袖 因為我的角色 常常會看起來要有分量 氣質 對 我就會選這樣子的衣服 對 接下來是蘋果型的身形 這應該是純寫的吧 蘋果型 蘋果型是 這邊比較寬嗎 應該是上下就比較圓 對 蘋果型就自己來就好了 所以蘋果是上面 圍圓上面演員 圓圓的 但是看起來甜甜的很好吃 好吃 好演圓圓 身體也圓圓 全是圓圓 對 所以有一些專家 那你們要不要來預估一下 預測一下 我覺得我們這個可以考邏輯來講 好 我們先考兩個直男好了 OK 你們覺得他們適合什麼 不適合什麼呢 因為O型就是個O嘛 對不對 對 羊羊是不是個O 我覺得No No Yes 我也就是No No Yes No No Yes 就是不要宰也不要合身 這麼有默契 我們來開館 看看到底是不是No No Yes 還是都是No No No 不是 不是 到最後一集終於獲人 終於獲人 終於獲人 終於看得懂女生的流行 來 你解說一下 蘋果型的身材就是圓的吧 所以我現在第一次要 它就是很Over 對 從頭Over到腳 然後褲子也是寬的 連頭髮都很Over 對 頭髮要空 然後鞋子一定要穿這種 很Over 墊高的這種 但是拉長的 老師 我可以請問一下嗎 像它蘋果型 要整個都是Over 可是問題是 它這裡絕對不要有墊尖 撐起來對不對 一定要就是讓它很自然滑下來 對 就是不能像直筒型的 有那種比較浮誇的墊尖 撐起來的感覺 對 因為裸體太沈 像我這一件其實 它雖然有點墊尖 它是落尖的 對 它沒有墊尖 對 因為如果你太尖的話 整個人贏的話 會有一點驚訝的感覺 對 會這樣子 我是覺得蘋果型的人 就是 他生活上一定會更用心 因為他會想要更像 想幫設法打扮 你們有沒有這樣子認同 譬如說像 有 不要幫我摸上水 真的 我跟老公說 外面的人說 我好像沒有把你養好 就是我看起來瘦瘦的 黑黑的好像就是歐打 然後老公覺得 好像他沒有好好照顧我 所以有一陣子我老公是 狂煮 我知道我有看過 對 然後一直叫我吃 一直叫我吃 他說女生就要看起來 有點點就是 幸福的 才有幸福人妻的感覺 他說我開始吃一吃 我老公說 你不要再穿這個什麼很合身的 你就開始穿那些 就是女生會穿的 就比如說像老師說 穿這樣感覺 造型感的 然後我就開始衣服 越穿越寬 然後有一天 我們的同學說 要辦那個什麼Y2K的 主題派對 主題派對就是大家都 少女可愛 開始露腿 開始很可愛 結果我看到那個 攝影師一拍那個照片 我整個嚇傷 什麼啊 我整個崩壞 因為我自己不知道 我自己崩壞 因為我老公都一直說 你好可愛 我說你那個照片 就你們看這個照片 我好像看我這樣 真的好可愛 真的好可愛 這樣就是蘋果型 對 就是有點扁扁的 所以我老公就跟我說 你這樣可愛可愛 可是我說旁邊人 都不覺得我很可愛 因為工作環境不太容許 就是這麼可愛的 對 因為模特兒 其實都喜歡扁扁的 對 老師就跟我們說 你要吃一個厲害的法寶 就是你吃了會 可以讓你的代謝變好 然後讓你的體態 很快可以恢復 我想說 像我這麼懶散的人 如果有一個神奇法寶 可以讓我快速的 可以變美 可以有多好 這個大家都很喜歡 對 一個厲害的法寶 就是你吃了會 可以讓你的代謝變好 然後讓你的體態 很快可以恢復 我想說 像我這麼懶散的人 如果有一個神奇法寶 可以讓我快速的 可以變美 可以有多好 我覺得我完全懂弱情 對 因為真的有時候 壓力一大 就是想要吃很多 你自己叫紓壓 對 而且你看到別人吃 你忍不住也會想吃 對 但我覺得狂吃沒有問題 只是我看很多女生 都不太運動 你們要怎麼提高 你們的代謝 沒有錯 就是剛剛我說的這個 它裡面有那個 馬甲的標靶成分 叫做來 我跟你講 全部一起跟我唸 開頭是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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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旗旗 旗旗 旗 旗 是 粉紅超跑 太特寶了 還不停的在跑 就是粉紅超跑的特性是什麼 可是就算你的轉速拉到這麼高 你還是要靠什麼 代謝 它裡面有一個很厲害的叫做 菸鹼酸隔 來唸一次 菸鹼酸隔 然後它會維持糖類的正常代謝 然後為什麼要維持正常代謝 因為我們平常吃飯 吃麵 都是澱粉 喝珍珠奶茶 你都代謝不掉 但你壓力很大 壓力大你知道 又開始吃 又開始吃 然後我這邊 老師在教大家一件事情 就是你們知道粉紅超跑呢 看我們什麼時候要吃 飯前 飯前半小時 吃兩顆 吃兩顆 你們知道火雞肉 它是要8.5公斤 才會有補充到 剛才我說的那個個的含量 喜歡吃水果的人 我們就知道 台灣水果最好吃了 對 我喜歡 你看水果好 你知道要吃豆腐和蘋果 才可以有那個個嗎 30顆 錯 總共要吃80顆 但是你只要吃兩顆 就會含有 剛才我說的那個份量 你們看我的狀態 算我大隻喔 真的 你的腰跟你的腿 你腿有多細耶 拜託 拜託 我剛剛把女生羨慕 變成腳步 我們是要去哪裡走秀 老師要去哪裡走秀啊 好啦 老師你不要走 你要好好用啦 你往前走一點點 腿真的很細耶 而且好修長喔 身材很好啊 我覺得你狀態真的很好 對啊 我想問你 那如果我剛剛吃了炸雞 跟一些比較油炸的東西 可以試試看 對 如果你剛剛忘記飯前吃 半小時忘記吃 如果你飯後吃了 怎麼辦 可以嗎 沒關係 你再吃啊 可以再吃 可以補吃啊 所以如果在餐前 你記得吃 你就吃 如果忘記的話 你就在餐後吃 沒有錯 所以像我呢 跟我姐妹聚餐 你幫人家發現 你就狂大吃大喝 就說 我就跟妳一樣 我怎麼都吃米飯 我都吃不到 我都沒有做運動 我都吃不到 然後一結束開始 吞兩顆下去 因為你知道 有進有出嘛 然後你隔天呢 你會覺得 人會神心氣爽 真的 你的體態啊 還有狀態啊 就會跟著變得漂亮起來 你剛剛說有進有出 有出就會變成精神 現在心情很... 對 而且莫綺寶貝 在跟大家講一件事情 結實很... 結實會反而會腹胖 對 那你結實 你就覺得這餐後少吃 下一餐你就想要多吃起來 對 其實這個觀念是錯的 所以其實千萬不能結實 那剛剛我們說 補充剛剛那個 奇蹲果酸 大家還記得這個 奇蹲果酸 它可以幫助我們代謝 那如果你想要補充這個 我吃這個就可以變漂亮 哪有可能 你還是要搭配一些運動啊 你那個Turbo才會這樣 原本轉速是這樣 那若琪寶貝 可以教我們做一些小運動嗎 可以...沒問題 若琪寶貝在家做一些簡單 沒有 我跟妳講 若琪寶貝的動作都非常簡單 一定要簡單喔 一定要簡單 那我要站在兩個地方 大家可以看到 OK 謝謝老師 不行 手先舉起來 1 2 3 4 1 2 3 4 左點 右點 左點 右點 左點 左點 右點 左腳 左點 右點 左點 沒有 就30秒 30秒 對 接下來是手伸起來 對不對 好 這叫左轉右轉 左轉 右轉 左轉 左轉 右轉 左轉 有沒有很簡單 這對女生來說滿舒服的 腰有被拉到的感覺 而且我為什麼會做這兩個動作 是因為我剛剛說 我很在意我腰部的線條 你看 你這樣子會 會拉到你的側腰部 這樣子轉 這樣轉 才會穿褲子這邊擠出醉 對 對 好 運動那個浪淨 露群寶貝妳有點喘 露群寶貝 我們回去休息了 露群寶貝 但我想 因為我其實有一個鏡頭 沒有很容易 就是我在運動完之後 都會超想吃東西 對 怎麼辦 真的 剛我說它很厲害的是 它裡面還有一個很重要的成分 叫做巴拉 大家會想要巴拉什麼 巴拉龜 巴拉旺 有沒有 巴拉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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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一個叫做DGI的糖 我營養師朋友跟我說 最近很流行一個叫做 慢熱量調控法 所以吃了這個東西 你就覺得 不會爆飲爆食 不會讓你突然 突然飢餓起來 飢餓感會讓你先降 就不會爆飲爆食 不會爆飲爆食 因為有時候真的覺得 想吃很多東西 但是好像沒有力氣運動 我覺得很多上班族 因為都有這種想抱 所以可以用這個 讓你身體裡面 可以自己運動 代謝變得更好 會變得比較有漂亮的身體 沒錯 所以說你想要美美的穿搭 首先你就要一個美好的體態 好的 所以你的狀態好呢 心情好呢 你就自然漂亮自然美麗 就跟粉紅超跑一樣 非常的美麗喔 好的 接下來要跟大家分享 接下來春夏 我們要有什麼樣的單品 讓你整個會變得很有心呢 請我們菊婷老師 來幫我們介紹一下 好 我覺得今年呢 你就要當一個 多巴胺的莎莎珍珠公子 你說莎莎嗎 好可愛喔 因為莎莎公子一樣 因為多巴胺顏色 就跟我們攝影棚顏色一樣 所以你在這個環境下 就是有很多彩色的顏色 比如說像這樣子 你看啊 連手機吊飾都是這種 那是拉環嗎 沒有 那是手機吊飾 手機繩也是這種多巴胺顏色 然後飾品有沒有 多巴胺顏色 讓你看了會心情很愉悅 其實多巴胺並不代表什麼顏色 它是代表一個醫學名字 就是讓你看到那些顏色 你都會心情好起來 然後再來珍珠就是 比如說像你看 珍珠的飾品 老師你的髮包裡面妝什麼 妝可愛啊 妝可愛啊 你說什麼 還有像這種 這種美容的顏色 一長版的襯衫洋裝 可是你戴了 有時候會很像水衣 但是你戴了這樣子的 一個珍珠背心 其實它的元素就 有一點流行元素就出來了 然後莎莎公子就這樣子 我也要買這個 但我一直不知道怎麼穿 就是把它搭在 你一般的T恤裡面 然後有文字的T恤 甚至你可以領結上面 就是有一個好像項鍊 又很像一個領子的珍珠 那下身搭 像牛仔褲也可以 或者是 像牛仔寬褲那種 也可以 然後或者是像這樣 垃圾袋再搭起來這樣 這個就是剛剛說的 什麼身形適合 對 這個就是所有身形都是 所有適合 對 今年的紗 真的不是要穿得 像新娘那種紗 不是穿華麗 而是穿休閒運動的感覺 好的 好 那南希要幫我們介紹 我覺得今天有一個 很特別的趨勢就是 鞋子要越醜越流行 醜鞋嗎 對 沒錯 醜鞋 像剛剛有介紹到的 洞洞鞋也是 這個蜂巢的一個產物 洞洞鞋 對 就是你看有沒有很醜 醜到爆 我看不懂 對不對 這個也超醜的 對 就是鞋子 要越醜越流行 還有一支小金剛鞋 真的蠻酷的 對 這是我今天帶來的 這個 我可以試穿嗎 可以 我穿得下嗎 穿得下嗎 穿得下嗎 你穿得下嗎 穿得下嗎 6號 這個真的好可愛 對 而且穿這個 是不是很顯腿戲 沒錯 這會很穿嗎 你穿得下嗎 好可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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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接變身了 這個是你當女鞋嗎 對 因為它好像是女鞋 它會很重 好可愛 有點重 但超好看 好可愛 可以接我穿嗎 好可愛 太想穿了 真的 因為我之前看到 我就覺得好想買 我還想買 但也覺得買了 好像只會穿一次兩次 它買來就是拍攝用 它就是穿在色情 好可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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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穿這邊 好可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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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買下來 買下來 好可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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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穿看看 因為這個之前很流行 小心 把不出來了 老師 她都買褲娘的鞋子 要給我了 你們兩個是 同一系列的 走 走 好可愛 走 走 她很適合 怎麼那麼飽 好可愛 好可愛 等一下 熱淇老師 妳今天有點興奮 沒有 因為我發現 妳是處女座對不對 妳都是處女座 原來是處女座 因為我覺得她也蠻蠻帥 她側臉跟我老公有點像 妳真的 妳真的 妳本來想到老公了吧 所以經典流行的是 她是醜鞋 這什麼鞋 這個大家拿出來 大家都搶著要試穿 她就是妳PO在IG上 大家一定會 很有回規 真的 好 所以這個之外 還有什麼樣也是 今年流行的元素 還有金屬色 對 這種 然後這個是 好可憐 也是很難駕馭的東西 好帥 這個是不是可以配一個 簡單的T恤 對 它上面通常女生都來 配白T 配這種吧 那個也可以 對 對 很可愛 這樣就是效果才好的女生穿 會很好看 金屬色的單品 或是這種比較 另外一種 有一點科技感的嗎 對 科技感 前衛的金屬色 然後它在光影下 會有不同的變化 對 對 我超喜歡這個 因為是屬於這裡 會比較寬一點的 對 這個叫做 所以那個就很適合我 對 這個叫做坑條� 坑條褲 很舒服 對 這個很好看 紅配率最可愛的 紅配率 好漂亮 對 紅配率 好漂亮 對 好漂亮 對 紅配率最可愛了 節目上滿亮的 真的很棒 配莎莎的高跟鞋 對 跟它好銀色的 對 真的耶 喜歡 一年很流行 這種長髮背器 都說這種外號 叫做遮屁臉 就是說 當你屁股線條這邊的 沒有這麼完美 沒有那麼完美的時候 可是你又想要露出來給人家看 不管你剛才是怎麼行 什麼沙漏型 水梨型 蘋果型 那你只要穿上這一件 就完美的時候是 穿上以後 好可愛 你就會什麼都行 所以我覺得 不管你是什麼行的話 只要有一件這個長版的背心 就通通行 就沒問題 好嗎 這件也算嗎 也算 你穿一下 直接套嗎 身材好就是什麼都可以 好像耶 可以喔 好看耶 真的 所以我覺得 今年這個也是要有一件 是 所以今天介紹了很多 不一樣的單品 還有流行的東西 是 今天的介紹 可以身形不一樣 去做很多不一樣的搭配 所以記得 買什麼要買在刀口上 就不會亂花錢 好棒 好的 謝謝董事長 下次見囉 拜拜 拜拜 歡迎 約是新鮮事 幫你解決所有事 歡迎收看 笑笑導師團 歡迎 歡迎大家來賓 歡迎蔡毅凡 董仔 陳依依 金老佛爺 保養達人柳艷 健康管理師沛勳 一起笑笑 我覺得近年來 就是有一種 慕名的壓力 就是一直走在路上 你會覺得每個女生都很不一樣 都好漂亮 對 那場全部都太漂亮了 而且現在在學校 國高中 不足高中生存 你僅可以媲美明星的那種 感覺的妝容 對 而且有時候你會覺得 我不想輸她 我也不想要看才有老派 所以我會做非常多的犧牲 對 就會覺得我這樣子 大概痛過就會變漂亮 忍耐 我看我老婆也是每天都在保養 每天都在廁所裡面 花好多時間 你老婆最好又跟你說 你覺得我今天有什麼不一樣嗎 對 這超難 這個好像會耶 我都會說都很漂亮 不行 一定要精準 一定要精準 那我要學一下 比如說我都問我老公說 我今天哪裡不一樣 然後他就看對不對 掃射 對 然後如果我做睫毛 我會稍微給他一點暗示 漂亮嗎 我知道 這蠻好的 這是睫毛我就說 對 很棒 這暗示蠻明顯的 一定要 而且每次我去做新的指甲回來 然後我都會說 你今天做什麼借我看 主動出擊 只要有什麼問才說 對 這樣就會很棒 你知道嗎 姐姐今天也是幫你上一堂課 謝謝姐姐 學到了 學到了 所以女生到底為了漂亮 做了多少事情呢 董仔 你到底做了多少 我們群人就三個女生 我陰森跟木欣 我就是屬於最微肉型的 然後他們兩個女生腿又很直 對 所以每次站一起的時候 我要嘛長褲 寬褲 長裙 我幾乎很少穿短的 穿短的我一定要配靴子 原因是因為我 O型腿加上蘿蔔腿 Oh no 後來我還真的插到一個偏方 什麼 你們應該有知道 小時候不是有 不是小時候 就是古老的時候有個什麼 果小腳 果小腳 對 那真的是古早的 古早的 可是有個偏方是說 你也果小腳 不是 有點像骨折 我們不是都要那個固定嗎 用支架 對 支架 把自己的腿固定起來 然後 封住之後 睡覺 睡覺 對 至少要封 會直是不是 會直 然後腳會細 直接示範給你們看 就是要先這樣對不對 對 然後呢 要幫忙嗎 要...來... 那你在家裡都會請老公幫忙嗎 對 他會不會直接把你的眼睛纏起來 說沒有看阿嬤嗎 這樣子 這樣 好 來... 要像勒... 瘦小腰這樣子 然後往下... 瘦小腰 先假裝綁一下 然後我們女生不是都會抬腿睡覺嗎 對 我就會想說 妳這樣抬 抬腿就是這樣抬 劉燕老師覺得離譜 對... 好 然後我就想說 不然抬腿睡覺好了 因為這樣子至少會讓她 稍微時間久一點 不然妳這樣妳就會 會覺得卡在那裡 很無聊 對... 結果到了晚上 太麻...太緊了 我要把它拆一拳 而且妳循環不好了 對啊 這個很像滿期十大褲襲 這個滿手指的 真的 真的... 不是 而且因為我又有O型腿 我小時候感覺腿也會直 對不對 原理是對的 但是... 董仔的方式錯了 那哪裡錯 你知道我們塑型那件事情 本來就是對的 比如說以前會流行什麼 塑腿 塑型 對... 是用一個外在的壓力 幫妳去塑造妳想要的形狀 我們綁呢 第一個妳要注重它的 你看那種塑腿襪塑型褲 它的材質非常透氣 對... 感性非常好 再來 時間 基本上這種東西 都不建議妳綁過夜 然後也不要超過半個小時 因為妳會讓妳的血液循環 被停滯 我有時候想要抑制自己吃東西 或者是我覺得今天肚子 比較凸 我就會買舒服 對 但是我會買比自己小一個尺寸的 因為我覺得這樣才夠緊 妳能呼吸嗎 那是有壓力對不對 對... 但是有時候真的會滿難呼吸的 而且會覺得有點不舒服 好累喔 白天的時候用 因為我覺得那可以分散注意力 對... 所以妳看女生有時候 會讓身形比較漂亮一點 為什麼女生會有馬甲 對... 他們就是利用那個原理 讓妳可以雕塑成那個形狀 但是真的比較辛苦一點點 但這招是可以的 對... 如果時間比較過頭 這個束縛 我會餵食到逆流 會一直嚇死人 對啊... 就是老了就會很容易嚇死人 對... 我媽媽就送她這個送去醫院過 因為她有長期穿 然後她有一次在高速公路上的時候 她就因為這樣恐慌症 這個長期來說 男生不一樣 女生不一樣 男生跟女生的身體構造本來就不一樣 所以可是我在弄什麼 男友就會說 妳去運動就好 妳幹嘛這樣 不一樣 不一樣 而且我就是要抵扣了我的腿 還是有小腿肌肉 沒錯 對... 男生就比較不一樣 妳可以說我 她居然有子宮 所以我們會有多餘的脂肪 對... 對... 希望妳生完小孩看看運動好 妳自己生完小孩 然後... 肚皮被撐開就被圍攻了 成長是她跟她的圍攻 太好了 好可憐 然後接下來是依依 是...我想問一下欣揚 如果覺得女生性感的話 臉部妳除了眼睛以外 會注意到哪裡 我覺得是嘴唇 真的... 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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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都嘴唇唇 你都嘴唇唇 因為我從小就羨慕有那種 安杰莉娜球 妳那種大嘴巴 對... 對... 可是聽別人講說 妳去醫美打什麼玻尿 很棒 然後我就不敢嘗試 然後又加上有些人說 什麼吃辣啊 以前不是看的什麼 港劇小美人魚 就好辣... 對... 結果我在美國就找到了一個 這個真的是 紅紫衣食 怎麼買都買不到 它叫做 就是你插上去之後 就會有點刺刺的 可是立馬有效 對... 我真的很推薦大家 就是現場有沒有人給我們看 我可以 然後我也想要看 如果現場有人要試的話 因為我準備棉花吧 不用... 因為我很想封唇 那我也來試試看嗎 可以... 滿有興趣的 對啊 還特別用了一個新的 所以大家不用擔心 好大方喔 真的 不要買不到耶 它料料很難買 不用... 既然要擦上嘴唇吧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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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啦 它就是... 它就是這樣子 好香喔 有草莓味耶 這樣擦上去就好了 那要擦出嘴巴嗎 好香喔 因為它等等會很腫 真的嗎 真的嗎 我先看一下你們的前面 我先跟大家講一下這個故事 試試比較舒服耶 沒有 有那麼快嗎 有...不太舒服 真的... 我跟你講 男生真的比較快 因為我們女生平常 有摘擦護唇膏 那些東西 可能腳直白就比較厚 我那時候我一買... 妳不喜歡 我那時候一買之後 我就說這怎麼會有效 我就試男生朋友 對 結果我們晚上去吃飯的時候 他整個嘴巴腫得跟豬頭皮 真的假的 很快 然後我們就稍微... 好像... 好痛苦喔 好痛苦喔 感覺被蜜蜂叮到 你好像有比較爽一點的 腸蜜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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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蜜 一點點... 一點點刺刺的 我覺得妳好像變厚了 現在的感覺 我看不到妳的正面 我就是上面有一點腫起來 這下的嘴巴怎麼都腫起來了 妳看 妳是過敏了是不是 我過敏了嗎 真的... 真的來了耶 妳是... 剛轉過來了 妳以為是有鬼來 真的來了 妳現在的感覺會很像小... 妳也變大了 妳就是會像小... 小螞蟻在咬妳的嘴唇 對... 現在 然後... 但是等等妳的嘴巴就會很瘋唇 真的喔 這個很不錯 有... 有... 有一次來了 有一次來了 大概就是30秒後就會... 等等大家講話的時候 每個人都會變... 變嘟嘟嘴 真的... 妳不要講話了 妳也擦了是不是 講話好... 很沉重的感覺 就是嘴唇就很重... 很重... 柳妍老師 妳這個驚恐表情是覺得... 這個是... 不行嗎 我不接... 因為其實... 老師 可是現在在美國很紅耶 很紅耶 很紅耶 因為呢... 它裡面其實主要就是... 要碼... 如果你會... 就是熱熱的... 刺刺的是辣椒素 然後如果你會涼涼的... 就涼到好像快要腫點 那是薄荷醇 然後有時候還會放姜油 就姜的油在裡面 那你就是去刺激妳的黏膜組織 因為我們嘴巴是黏膜組織嘛 那一旦刺激之後它就會沖血 沖血你就會覺得... 種種的... 好像瘋醇了 可是每個人的耐壽度不一樣 有些人可能會因此黏膜組織受傷 喔 那你受傷之後呢 我已經受傷了 我也覺得我受傷了 妳受傷了 妳受傷了嗎 妳受傷了嗎 我現在就要冰塊了 真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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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超明顯 妳超長的 我覺得妳水巴有點合不起來耶 妳好可憐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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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連女生都要受不了了 很辣耶 真的有效嗎 妳要不要試試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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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要試試看 是一個啊 我覺得... 我今天要快妳送到醫院了 因為妳看我的耶 腫起來了 真的... 有 而且我剛剛只差一點點 因為我本來就對辣椒是過敏 我之前就是為了瘦肚子 然後我老公還就是常在我早餐 就放鬆的時候這樣 然後側拍我 然後恥笑 對 然後我就覺得 生完小孩又更嚴重 妳剛剛講那句話 就是深深刺傷了媽媽的 真的 就是肚皮撐開 妳要再回到少女的緊實故 就是背 妳現在嘴巴還好嗎 對 她們兩眼都有點 因為... 妳要不要擦掉 她現在看我是這樣 妳要擦掉嗎 整齊最性感 超性感的 我會被妳電到 然後我那時候為了瘦肚子 一樣是辣椒膏 你知道有一陣子很流行 我知道 全上吧 我一開始塗的時候 我覺得全身就是好有感覺 熱了熱了 然後自己照鏡子覺得 好像有那麼瘦一點點 然後我後來就變本家 一個就買了各種 國內外很厲害的辣椒 然後泡水 自製辣椒水 真的 然後這樣比較省 然後用量又不用 就是整個毛起來塗 然後晚上我就是塗好之後 我還用那個叫什麼保鮮膜 真的 我有弄大腿 對 必須 有一天晚上 我真的是痛到驚醒 我老公說妳要不要急診 因為我整個皮膚是這樣灼傷 她說妳在幹什麼 妳怎麼會把自己 搞成這樣 我說誰叫妳每天早上 我在吃早餐 妳要吃早餐 然後後來我就真的是送醫 然後皮膚科就說 妳真的太誇張 妳就是已經有點輕微灼傷了 然後我就後來是真的是擦 跟吃類固醇 大概一個月 她才慢慢那個消去 女生時期嬰兒肥很嚴重 女生嘛 高中生就會想說 變瘦 尖尖臉 然後可是又沒有那個錢 去做一些什麼 什麼的塗辣膠膏在這裡 然後嬰兒肥 最肥的是這裡 下巴 好癢 然後一直要想長自己巴掌 然後一直打 所以妳是會打瘦的 不是 應該也有可能 因為家人就看見我一直在打自己 一直胡巴掌 因為很癢 但是妳抓又沒用 妳要拍… 對… 真的 好痛苦 我現在也沒有辦法離開妳的嘴巴 好辣 而且我有點覺得機能失養 我一點想流鼻甜 對 辣椒是盛品 因為其實除了剛剛那個辣椒唇蜜以外 我很會買這種辣椒貼布 這是什麼 這個就是辣椒精油的 所以妳可以把它裁 像剛剛黃乳酥的那個雙下巴 我們就要貼一圈 但有用嗎 有用 不過只用一次 因為全部都起紅疹 有 那妳的機場很長 有 有沒有人要… 沒有… 有… 白白秀啊 我被職場霸凌了 哪是 我現在好可憐 她很像就是大家的弟弟 然後在家裡伴家家酒 什麼事情 妳發現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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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發現了 我們待會過一下下 妳熱的時候再跟我們… 熱的時候再跟大家報告 好… 妳如果有熱的時候 就記得拿下來 對 才能真的… 讓妳循環一下 對 所以佩勳這個真的有用嗎 真的是… 我有朋友 她是買那種泡澡球 裡面就有辣椒 對 她就下去泡 她犯了一個大計時 她有傷口 所以她就是整個傷口 直接泡在這辣椒水裡 真的 她就立刻傷口是… 就是整個… 紅腫發紅 而且到最後是已經… 起水泡 就像… 立凡這邊講的 她是… 是直接送急診 所以這件事情 真的不要就是… 對… 真的不要輕易去嘗試 那當然大家會很… 很想知道說 到底有什麼可以瘦身 對不對 對 如果說我們吃的時候 有一些黑胡椒鹼 或是薑黃素 這一類可以提高代謝的產品 是有幫助 老師… 妳怎麼那麼快就濕起來了 妳濕起來了 妳不濕起來了 我老師說到一半我就會濕掉 因為… 他說如果有熱感 就要拿它貼掉 也太快了 太快了 很不舒服 我剛剛聞那個味道很不舒服 那妳不能當女生 我們都很不舒服 太誇張了 太誇張了 這是辣什麼 這是辣椒水 真的 妳聞一下 這是辣椒精油 這是辣椒水 這什麼味道… 你怪的味道嗎 他們就薄荷味 對啊 哪裡有薄荷味 你們不能當 誇張 妳們是女生就不一樣 妳不能當女生 真的 妳不要浪費好不好 等一下 妳等一下… 妳等一下熱了 不會 我會保護自己 不要浪費 對 對 像女生也是水腫 就是非常地很在乎的一件事情 尤其是因為 我們喊韓國菜都比較鹹 有一天 就是我老公就是說 妳真的是 你知道嗎 因為我也很喜歡吃辣 然後也很喜歡喝酒 所以變成就是 早上起來的時候 就是看到我就是 像什麼小豬一樣 然後就鼻子 就是往上推 然後就覺得很像 整顆就是豬你知道 豬頭 然後就是 我就很挫傷 就是妳知道嗎 然後我就跟我的高中同學 就是有韓國高中同學聊天 然後她跟我講說 妳不知道嗎 韓國現在就是最流行的 什麼方法 就不用花錢 每一個家庭都會有這個東西 什麼 對 所以拿來用就好了 那什麼東西呢 是什麼 是什麼 什麼東西呢 在口袋裡 燒酒杯 妳要喝更多嗎 妳要喝這個 燒酒杯 對啊 燒酒杯 然後自己醉了就看不出酒 然後自己是不是 沒有 因為這種是韓國 就是因為燒酒杯是韓國的果民酒 所以變成就是 每一個家庭都有這個杯 都會有 然後因為一些女孩子 就很喜歡掛紗 就是掛紗的那個儀器 就是都要去買 但韓國呢 就是直接就用這個來就是掛喔 譬如說好 每一天都在這樣子掛 妳要磨什麼保養品 其實下面要保養品 就保養 就是因為這樣子有乳液 就比較好賠 對不對 對 我現在是沒有就是這樣狀態 所以我就示範給大家 就是把這個地方就是 把它 把它往上 然後一起往下掉 往下掉 對 其實是很輕輕的力量 可以把它往下掉下去 其實還滿大 然後就是妳知道嗎 我一開始沒有習慣的時候 臉變成刮痧 就刮刀就是妳知道嗎 紅紅的 像我們就這樣 這樣子刮痧一樣喔 然後但是呢 女人痛也要忍 因為痛真的滿有效喔 對 就是 然後呢就是我老公看到這邊 全部都印第安人的時候 妳就這樣 妳知道是神經兵一個 就是覺得我是個這個瘋子 然後那時候我就只能 就是他睡覺的時候 我就看著一邊的 就韓劇的男生 就是那個 叫韓劇的那個 歐巴 歐巴 然後一邊刮痧 其實是還滿好用的 因為它像是肩膀啊 還有就是手臂 都可以就刮痧 刮痧 而且大小感覺有點紅 對 這個真的有用嗎 這個其實是有用的 有用的對不對 但是呢就是 器具的選擇啦 它的那個表面啊 如果不夠圓滑 或者它有腳腳 比如說它碎掉了 還是破掉了 很危險 很危險 所以建議還是用那種 專門的器具比較好 其實現在專門的器具很多啊 有耶 對 這種有看過 都有耶 每個人都有嗎 沒錯 刮的時候記得 一定要從妳的淋巴解 把它帶些 所以妳應該用上網下 對 可以先做一件事情 叫做 你可以先針對臉上的一些血點 先暗揉 血點很像砸門一樣 先打開來 對 把那個門先打開 臉上的五大血點 大概就是 太陽砸 對 眼睛有個金鳴穴 然後眉毛 中間這裡有個這個瀑穴 然後鼻翼兩側 這裡有個銀香穴 嘴角兩側 這裡還有個地倉穴 這五個穴點呢 你要刮之前先按一按 就這樣揉一揉 把那個門先打開 然後再利用妳刮痧的器具 直接呢斜上往上刮 之後再由妳的淋巴結 順著妳的鎖骨 往下 然後把它代謝出去 眼部保養的話 我覺得還有一個是女生都有感的 就是粉刺 對 而且很奇怪 粉刺是 不管妳是青春期 二十歲 三十歲 生到五十歲 都會 而且那只要一開始擠 就停不下來 停不下來 而且很療癒 對 擠著擠著 聽到鸡鳴的聲音 真的 因為就會擠 然後後來呢 我就發現 有這種除粉刺機 真的 因為它這種就是 你可以連接你手機的APP 然後你就像顯微鏡那樣 跟著看到妳的粉刺 就這樣真空的被吸出 真的嗎 可是我因為太過癮了 那一次就是我聽到 鸡鳴聲音的時候 大家可以看我裡面 我就是 而且我明明 它吸力這麼強 其實它不會 就是它吸的當下 大概就是有說 它吸的時候大概三秒鐘 因為它就會讓妳這樣子 有點吸起來的感覺 然後大概三秒鐘 妳就要移開了 可是當妳連接APP的時候 妳看到妳的粉刺 在拔出來的時候 妳會捨不得移開 對 然後妳就會越吸越久 越吸越用力 而且在我第一個瘀青的時候 我就知道了 但我停不下來 所以我就把我整個臉 都拔到瘀青 怎麼這麼瘀青 整個臉不拔斷 妳那個連化妝都很難遮 我那個瘀青 兩個禮拜消不掉 那就是整個臉都 拿出那個臉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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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誰子都來了 我真的要分享一個 就是女生產後 真的很自卑 因為妳肚子被撐大 然後骨盆被撐大 我真的剛生完的時候 我媽媽就帶我去找她的好朋友 她是一個非常有名的整骨師傅 她說沒有問題 這樣經常 然後一次就是買八個療程 八次就可以回到青春 那很划算對不對 第一次去 我也沒想太多 我就趴在那個床上 後來那個師傅就叫我側躺 他就說妳那個骨盆 因為已經有一點突出來 它沒有扣回去 所以要把它扣回去 所以我就側躺 他就從我這邊 然後這樣子用力的這樣 敲第一次的時候 我真的嚇到 但是我就告訴自己 再敲第二次 然後我那一次一邊敲了四次 她有格子毛巾 有什麼嗎 有 就是毛巾 然後這樣敲下去 可是我必須 我做到第三次 我真的有那個 愛想敲回來 真的有敲回去 我真的有小一吋 我剛剛講八次兩吋 我做到第四次的時候更厲害 她一樣叫我側躺 我已經習慣了 要敲就來敲對不對 對 她拿了一個皮帶 然後就把我這邊 這樣子側躺這樣豎起來 放起來 你確定 她是老師傅嗎 她很難排 那是因為我媽媽的朋友 我才能插對妳知道嗎 那皮帶我有點幸福 妳想要 妳是好重喔 然後老師傅這樣 皮帶穿過來之後 她就站到我那個床上 她就這樣站起來 好 假設這那個皮帶 她就這樣 1 2 3 我起來喔 我就整個像一條魚一樣 拉起來 拉起來 對 她必須要透過這個 瞬間的力道 我才能真的把它扣回去 我自己是一個很怕 脊椎側彎的人 然後但是在我大學的時候 我也是在裝燈跑 就跌下來 然後我的脊椎 我的脊椎歪掉 對 我脊椎直接著地 所以 最後那個人家講 歪膽滾 它是歪掉的 一般應該是倒三角形 但是我是撞到變倒勾形 然後那一陣子就很痛 但是我又那時候很年輕 就想說我又不想去看一陣 就撐著 可是變成我那陣子坐 就會這樣子 我就會靠一邊這樣坐 對 然後連騎車我也是這樣吃 然後我媽媽那時候 但是因為真的太痛 妳會坐力難安 後來我媽媽也是 帶我去找了一個 就是很厲害的老師 妳媽媽認識好多老師 我們是非常厲害 待會有電話給大家 妳媽媽是老師機 對 而且那個老師 跟剛剛那老師不一樣 她是會 然後所以我想說 然後氣功的應該就是不是 拿那種會幫妳摺來摺去 那種應該可以比較安心 後來醫生就看了我的X光片 就說妳這很簡單啦 妳就躺裡面這樣 然後我媽媽也在喔 結果就聽到那個 一個撕包裝的聲音這樣 然後我就說 什麼聲音啊 對啊 結果妳知道師傅在撕什麼嗎 幹嘛 他在撕保險套 撕什麼 保險套 為什麼要撕保險套 他把保險套套 套在那個手指上 然後我剛剛不是說 因為我的那個 骨頭是倒勾 對 所以他必須要從 骨頭 把它勾回 就是 推回去 全程應該會痛爆對不對 但因為它會氣功 所以它同時是發功 用氣功 發功 然後再把那個同時這樣 推回來 所以妳就不會痛嗎 不會痛 我就不會痛 我真的不會痛 只有不舒服的那種感覺 可是好奇怪的感覺 真的很奇怪的感覺 而且離間是大人 還是讓別人開始屁股的感覺 對 對 可是說也很神奇 就是那一次就好了 我再也沒有痛過 有一點老師 妳有試過什麼 妳也覺得 算激烈的 你們可以先看照片 好 超紅的 什麼 很高 很麻煩的 它就是一種針灸 針灸對於瘦小臉 真的是超級有用 那我當初其實會去做的原因 是因為 所以我就藉由這個療法 就是美顏針去針灸 然後它其實一次大概 會在妳的臉上 針個50針到100針 從臉到頭頂 這樣會痛嗎 扎下去的那時候 妳會怕打針嗎 還好 對 我也不怕打針 所以我就覺得不痛 對 它其實就像打針一樣 就是那個針刺下去 但打針我會只有打一針 但妳是打一針 所以有的人會覺得很痛 會受不了 但是因為我可能 痛感比較沒有那麼敏銳 對 就比較齒頓一點 其實最痛的是什麼時候 就是 扎下去之後 要喬針 抓針灸 還有一三個 怎麼會在妳的針灸 對… 扎個大概20分鐘 休息一下 然後之後再拔針 拔完針之後 妳再敷個臉 我覺得這個 針灸美顏 其實真的是 立即有感 當下就 當下妳就會覺得有感 然後最有感就是 妳會覺得妳的臉變小了 但是因為我整個 我做了六次 所以我真的覺得 我的左右臉 又比較平衡 真的 我們常常也都會自己買 一些小東西 就是我們傳說真的變美神奇 對 大家什麼變美神奇 要推薦給大家嗎 來… 剛才一開始 我會覺得這個很棒 妳送妳什麼 她的東西都好奇怪 我跟妳講 這個我也超想買的 我的這一片翅膀 我跟妳講 人生就幸福快樂 美滿 妳是幹嘛 因為呢 就是剛生完小孩 是肚皮之外 還有就是比較 就是該鬆的也鬆的 不該鬆的也鬆的 所以呢 包含臀 臀腿的曲線 跟緊實度 我們都要常常去做加強 對不對 生活才會美滿 這個呢就是無時無刻 比如說妳在追劇 妳就是這樣放在這邊 可是妳的腿已經很漂亮了 沒有 是大腿內側的 緊實度 而且她會練 比較不會動 對 妳就這樣子 然後一邊看劇 然後一邊講 蠻累的喔 那個很 我覺得這個很棒 對 然後她真的是全身都可以用 她是另外 有累嗎 你看她在發抖 對 妳要一直夾 有累嗎 不停歇 而且這個在 肚子也會出力吧 肚子還好 那看電視不錯耶 真的 然後是什麼 因為我看到還有人是夾在腋下 這樣子 這樣子 手臂 全身都可以用 這個真的很好耶 而且它就是一片 然後妳也不用去健身房 因為我也很爛 那這個還有這樣子 對 對 很兇 就是這邊的肌肉跟手的上去 還有那個 對 腹乳也會不見 腹乳 對 然後還有一個很重要的 剛剛不是講 我很重視臀腿的裙子嗎 對 它放在這裡 小腿跟腰腿間 對 然後就是 妳這樣很辣耶 不行 真的嗎 妳老公會開心嗎 蠟燒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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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這樣子跟老公講話 真的會喜歡耶 現在喜歡這種奧力嗎 還滿辣的吧 還不錯 可以了 剛剛那個歡迎的音樂 直接不一樣 真的 感覺就來了 隨便講什麼話都有感覺 好像不錯耶 對 董仔 來 妳試試看 等一下 妳要讓我扶妳嗎 不是 不是 妳去人笑妳在嗨什麼 太開心了 誰說到妳笑不去 妳笑不去 坐起 不是 很難耶 等一下 不會 不是 我什麼大腿太粗 我笑不去啊 還是妳 等一下可以 媽 真的有這種嗎 是這種嗎 有有有 感覺來了 有有有 有用耶 有有 而且這個又不貴 超滿OK的 對 兩三百 這樣什麼不是問題 都有用的 全身都可以練到 真的 真的都會練 我一直想買 但不知道有沒有需要 我馬上買 而且好便宜 接下來這個是什麼 這個真的 真的 小周要跟別人講話 兩個紙杯的那個 對 這也是 還算媽媽的擠乳器 也很像 但是它是用真空的原理 因為像我們就是 哺乳過 上胸會消風 對不對 奶會變成水滴狀的 所以我們要利用 這真空的原理 把它變得更澎湃一點 就是刺激它的那個 胸部的細胞 但有用乳嗎 照片是誰的胸部 我就問你 就是它的原理就是這樣 把那個肉吸出來 然後活入那個 胸部的脂肪跟細胞 它就變得比較圓潤 真的 DD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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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先試試看 這個是胸部 不要放鬆 對 有感覺嗎 有吸血 有吸血 有沒有 會痛嗎 會嗎 會痛 現在是緊的嗎 那是緊的 肉就被擠出來 有 然後胸部就會變得比較圓潤 肩體 上面就會膨出來 對 而且它不會吸到紅紅的吧 可以打下來就可以 會癒血 不會 因為它也有緊急放掉的這個措施 然後就不會痛 其實還好 對 好耶 女生有的時候要參加一些 什麼重要的場合 主要就是要準備指甲 做指甲 對 女生都會互相看對方的指甲 但是我今天要快速如何 就是達到就是我漂亮的美甲 現在韓國這個真的很難買到 好酷喔 這是什麼 這是什麼 當然有聽到嗎 這是要噴漆的那種 對 碰霧的 但是通常都碰霧是不是 就是好像是 噴頭髮 對 指甲 它是噴指甲油的這種 所以它是指甲油 所以我來 欣揚來 你沒有做指甲 弟弟來 你今天好忙 你今天很忙 對 我們在實驗品 對 先幫你就是猜一下護指甲油 護甲的 對 護甲的 我們沒有因為節目亂來 爭州泡粉泡的 對 我們都要 好重喔 要晾乾一下 對 我現在準備的是 藍色跟銀色 對 都有了 都有了 有關囉 那我就開始了 好酷喔 這個好新喔 好酷喔 可以這樣 我直接噴上去 好酷喔 那旁邊怎麼辦 那邊怎麼辦 什麼 等一下 然後開始洗一下 洗一下 抽一抽 其實是它可以 就是卸掉的喔 真的耶 它是卸掉的 為什麼它 那它指甲會嗎 指甲會沾附著 可以 我們是嗎 因為是在做美甲的嗎 好 總算就是這樣子好了 然後我們還要保護 給鏡頭 還要保護 還要保護 因為要地平 要地下 你看已經有了 對不對 還在一層就是保護油 對 但它比較就是掉色 其實滿方便耶 對耶 我希望它趕快掉色 妳好像是那個 也就是Rucker 你知道嗎 超級漂亮耶 那這個怎麼卸掉 像平常去光水卸掉就好 對 卸甲油 所以我等一下有準備了 我等一下需要的時候也可以 就像我們女生那個 卸甲油一樣 卸指甲 這個很棒耶 對 你看 超快耶 1秒50 好看耶 好酷喔 而且它的衣服很搭 而且顏色很多的話 就可以每天噴噴 對 不一樣的 這個很棒 我覺得不錯 因為我就是很怕就是脊椎側彎 因為心裡有陰影嘛 所以我就會一直都非常注意 自己的坐姿 我一定要跟大家分享這個 神奇的陰影 這個我也超想買的耶 這真的超有用 這真的超有用 這個呢 你可以放在任何地方 任何你想放的地方 然後你就把它放上去 這個我 這個其實我也蠻想買的 我也是 然後它不是說 它酒坐會腰痠對不對 對 它這個呢 你坐到底它這邊就會有支撐 所以完全不會痠 這個椅子很神奇的地方是 你完全沒有辦法亂坐 因為它已經幫你固定了 然後規範 就是讓你覺得就是這樣做 沒錯 你可以坐坐看我覺得 而且這個如果放在 如果開長途車的時候 你先放一個衣服 對耶 腰就不會伸出來 沒錯 非常非常的穩 因為女生開車的時候 都會覺得屁股好痛 腰好舒服 主要它在腰這邊是有支 如何如何 可以耶 以後我們這個主持的椅子 可以加這個嗎 真的嗎 可以 因為它就是有一個東西 幫你撐著 撐著 撐著嗎 而且你會不自覺 你就會坐得很漂亮 很漂亮 所以你就不會這樣亂倒 對 來 任何身型都可以嗎 任何都可以 都可以買很多東西 對 讓人會被吸引 就是有一個人推著你 而且你就算躺 你會有一個反彈 對 然後屁股會幫你撐住 對 腰會從後面幫你這樣 常常看我們酒站或什麼 就會覺得這個很痠 然後髖關節很痠 然後這個你就是放在瑜伽墊上面 你就靠在這邊 這樣子靠著 髖關節 對 你就是躺著 然後這樣子左右自己 這樣子滾滾滾滾滾 用自己的重量去壓它 然後你的身體你就這樣 用身體這樣子帶動它 它就會自然幫你放鬆 再來我要分享一個 我就是臉很肉 然後我女兒都叫我麵包超人 然後一個次就覺得好生氣喔 很想趕快瘦臉這樣 可是又是覺得按摩又有點慢 所以我就看小紅書介紹這個 這要怎麼用呢 大家知道嗎 咬住 對 它要咬住 可以借它咬嗎 可以 那妳要不要走 試試看 好 那它的原理呢 其實是要訓練妳這邊的肌肉 讓妳的肌肉用力之後 妳就可以拉提起來 所以呢 咬住 這邊它有三個 所以依照妳嘴巴的大小 妳看妳要含大 妳要咬小小口也可以 大大口也可以 好 這樣咬住之後呢 就開始 對 咬緊 然後上下咬 每天30 每天30秒 妳看它這裡的肌肉都出來了 它這裡有在出力 可是這樣一直取決心 會不會變大 對 可是我那個時候 這樣子練之後 就覺得真的比較緊實耶 我一天 而且我沒有很多 我一天就是 其實一到三組而已 然後每次30秒 我就臉瘦下來之前 我要先去掛好骨殼 或是按摩的 但是我大概做一個禮拜 之後就放棄了 真的 就是還是按摩頭 而且這個超丟臉的 這樣頭很緊的在家裡頭 肉變緊了 但是咀嚼幾點檔 對啊 這個要花很多錢 真的 董宅又一個 妳就會被那種美妝部落客影響 他們就會說什麼照光幹嘛什麼的 對 藍光 紅光 綠光 這個不是 這個我也超想買的 對 這個要萬幾塊 這個我超想買的 一萬多塊 一萬 萬把塊的那一套 我跟你說 因為我來不及充電 老師也有這個 老師也有電 什麼東西啊 什麼東西啊 好啦 老師也有 為什麼一模一樣 姐妹 真的很有用 我跟你說 我那個時候用的是綠光 我用完15分鐘 直接 這是我 這是我 直接 亮一階 真的是亮一階 真的 真的 有啊 你看用過那個臉是直接亮一階 然後那個壓痕是因為 它這個有眼睛的阻擋 所以我壓比較緊 有些人說這個光會傷眼睛 會不會 我先給大家看喔 你看它這裡有個眼罩 對 所以當你戴起來的時候 它把你的眼睛隔絕了 所以不會受到光的影響 然後呢 它其實有三種光 比如說第一個是紅光 紅光 紅光是做什麼 女人最怕垂 對 對 最怕沒有膠原蛋白 對 紅光就是讓你去刺激膠原蛋白 讓你緊實 然後還有一個呢 黃光 就是會讓我們修復 還有剛剛董仔用的 綠光 綠光是怎麼 讓你白 讓你亮 亮 真的假的 而且我都會用 而且老師 我都會用 真的 真的 你看它的綜合光 是根據我們臉不同的需求 你的這裡需要緊一點 這裡想要亮一點 這裡可能有時候 尤其這一替代 需要修復 它就是幫你用綜合光 不要 它其實會自動鍛鍊在十分鐘 你是不是又滿臉問號了 幫她做個後製好了 你可以賣給老婆 我講了這麼多 還是不敢賣 對 不是 新娘因為我覺得 女生真的很辛苦 真的 為了漂亮 不容易對不對 而且我覺得亦凡也是 她就是永遠都保持一個 娃娃臉皮膚 對 整體都很好 我跟老師一樣 我覺得就是皮膚的狀況 我也非常非常的介意 因為真的到一個年齡 你Hold不住 就是開始會鬆垃脆 對 就像老師講的 可是你跟你女兒 最近練舞的影片 你真的很像她姐姐 真的嗎 真的 因為我最近有發現一個 我真的吃了自己 超有感的東西 為什麼 因為三十幾歲的時候 我會花很多錢去買保養品 因為怕自己老化 對 但是幾歲之後 你就會覺得 我什麼事情都要講求效率 沒錯 就是不要跟我講那些 就是 因為流失速度太快了 然後又花很多錢 然後又不一定見效 但是我覺得有一個 很棒的方法是 就是體內吸收 然後散發出來的那種 皮膚光澤 我覺得是更有效 而且是幾秒鐘 就可以讓你迅速地回眺 好彈心 緊握帶一個大分享 介紹給我吧 我的變美神器就是她 真的長得好可愛 對啊 因為它裡面有非常厲害的 寡太極的膠原蛋白 寡太極就是分子極極小 比就是生太極的 很好吸收 所以身體可以很快速地吸收 你們大家可以喝喝看 非常好 對 好 所以這個是什麼時候喝 還是妳隨時都可以 像我是早上空腹 睡前我就是會喝兩到三包 那如果我忘記 早上起來喝 我就是放包包 然後餐跟餐中間 也可以當下午茶 好喝嗎 好喝喔 甜甜的 還是什麼的 美國飲的感覺 對 很好好吃 而且剛剛有提到 這是寡太極膠原蛋白 這個是什麼 其實這是一個韓國的 一個新的專利 大家都知道 每次看韓劇都覺得 為什麼他們的女明星 都好漂亮 都好漂亮 就是很少女感 韓國特別在製造這個 膠原蛋白專利 是非常非常厲害 獨步全球的 我們以前都知道生太對不對 生太已經落伍了 現在最紅一定要找寡太 寡太比生太還要小 它已經低於一千道爾頓 才能被稱之為寡太 那所以呢 小分子就會比較好吸收 那膠原蛋白是就像我們 蓋房子這個鋼筋 可以把我們的肌膚 可以把它撐起來 那我們才會有空潤感 才會覺得比較清純美麗 所以呢 其實定期的補充 因為我剛剛看它裡面 大概是一包有三千毫克的 膠原蛋白 所以像我們過了三十歲之後 每天補充三千到六千毫克 這樣的膠原蛋白 是比較足量的 會是比較補足我們的需求 膠原蛋白呢 是每一個人 其實男生也需要 因為我們身體也都需要 膠原蛋白 所以這個東西呢 常常來補充是非常的重要 真的 我覺得今天一整集錄下來啊 新娘這一part最開心 她剛剛喝到這樣子 然後還有兩三條 很好喝 很好喝 一口都不要浪費 對 所以我剛剛提到的寡太傑 膠原蛋白 它還有一個非常厲害大力 都聽過叫外蜜蜜蜜 我知道 因為我們剛從韓國回來 在韓國的話 她外蜜蜜蜜真的超紅 才用在什麼洗髮精啊 沐浴乳啊 保養品通通都有 對 而且外蜜蜜蜜它除了可以 就是加速我們膠原蛋白的吸收 然後又可以 然後又可以 然後我真的是吃了一段時間之後啊 我老公有一天早上起床看到我 他說 你的臉出現了好久不見的那一道光 然後我真的有化妝 我真的有聽過 我還沒有化妝的時候 他被他這樣稱讚 我真的真的很感動 你知道嗎 他保養品可能只是表層 就要從內而外 對 而且他每一吋 肌膚都是那種痛痛的 而且他不是只有臉 他是全身的肌膚都會有感應 真的 其實外蜜蜜蜜它真的非常非常的紅 有些人他在2013年 有三個科學家 因為發現了外蜜蜜蜜 他就獲得了諾貝爾的 再生醫學獎 再生醫學獎 所以大家我們不只要動靈 其實我們要回到最美麗的狀態 這件事很重要 所以為什麼現在外蜜蜜蜜蜜這麼紅 就是因為它是可以讓我們搭上 喝的時光機 讓我們做的時光機 回到最美麗的那個狀態 就是外蜜蜜蜜蜜 這個詞語就太強了 喝的時光機 對 回到過去 因為它裡面除了我剛剛 膠原蛋白的支撐 還有我們剛剛講外蜜蜜蜜蜜 我覺得最重要的就是 女生愛每一定要維持 就是你若只是短時間內 是沒有用的 那它裡面有添加阿拉伯糖 然後講到它糖 可是你不要害怕 因為它是低卡路里的健康天然糖 就是你喝下去 剛剛大家都覺得非常好喝 而且沒有腥味 然後又覺得淡淡的甜 那這個甜是來自於 天然的健康糖 所以沒有對身體有任何的負擔 而且我喝了之後我覺得 就是很順暢 然後它又可以抗氧化 而且最最最棒的是 它讓你有 就是你最會讓你 沒有那麼就是嘴慘 然後像我就是螞蟻人 我非常喜歡喝一些 我也是 我也是 心情不好會沸的時候 你就想要來一杯 對 那我現在都是用這個 來取代搖搖飲 所以搖搖青春飲 真的是讓我就是 瞬間可以恢復 你知道 時光機般的青春飲 對啊 我要分享一下現在 韓國最新流行的保養口訣 叫SBK S就是STOP 停住 所以我們要時光 停在最美好的這個時間點 對 那需要就是膠原蛋白 或是神經吸壓 它是作為我們的支撐用 再來呢 B是什麼 就是回到最美好的狀態 所以剛剛的外密題 它就是現在再生醫學 非常重要的一個成分 K的話 你要keep 所以你要keep住 你要動靈啊 所以它裡面 我剛剛看的成分 它裡面還有冰筋番茄 它就是一個口服防曬 可以幫助我們的 維持在最美麗的一個狀態 很多人可能對阿拉伯糖 會比較陌生 但是簡單一點講說 它就是可以做 它是一種天然糖 它又有甜味 所以就可以讓我們 就是稍微忌口一點 然後取代手揚 這件事很重要 所以它不只呢 可以讓你維持膨潤 在美好的狀態 我們體態呢 也可以相對的維持 而且它也是另外一種的 這個膳食纖維 所以可以幫助我們代謝 然後以及調整我們的體態 所以這一小包 等於全包了耶對不對 全包 而且連從皮膚的透露 你完全不用受那種 身體的痛苦 真的 或是我很多冤枉 真的 或是每天都也是有效的 對 你這樣一天喝兩三包也可以耶 對 不用擔心太多 對 糖分控制的話 這就不用太擔心了 對 不用擔心 你唯一要擔心的就是 你喝了一陣子 你會怕自己變太美 太漂亮 男朋友也會擔心 真的 很棒耶 而且你就是 把它放包包 想到就是隨時拿出來補充 那我就是 我自己比較貪心 我是會喝兩到三包啦 所以就是跟大家分享 一起搖醒我們的青春 對 真的 我今天帶的這個東西也是很特別 因為剛剛講的那些東西 雖然有效 但太久了 那個是紋身貼紙嗎 對 我跟你講 這剛剛那個食材很奇怪耶 這個小紅書很紅 它就是 讓你三秒變妹 個人一百五十五公分 比例沒有那麼好 怎麼辦呢 就把自己原性的肚臍蓋住 所以我就來仿照一下 我把我的肚臍 把肚臍變高 假肚臍 好高 這個我們矮要到 需要 我的比例 假如說我現在的腿 是八十公分 我把它延伸就變九十 因為我的肚臍就會變這邊了 而且黃乳跟我一樣 因為我們女生都喜歡露肚子 因為我們矮 所以比例 腿要滿層 所以你們可以細貼它很自然 貼直的或貼橫的 男生 男生要貼橫的 會比較感覺自然一點 女生的話我們就貼直的 讓我們這樣細細 可以貼很高嗎 可以可以貼很高 可是妳之後如果真的喜歡去刺青 刺一個肚臍 真的嗎 可是如果 對喔 對啊 這個前提就是一定要穿高腰褲 然後不要把它遮住 妳就要買高腰的泳褲 然後就可以這樣貼住 對耶 而且它就真的很方便 就這樣 老闆這個 會喔 對 對 可以嗎 不是 不是 妳不要下水嘛 妳不要逼它 然後妳就可以 妳快 妳快 好有效 好有效 對 要拍全身吧 這個時候呢 稍微蓋一點膚色蜜粉 它會更自然 這有點發炎的感覺 對啊 妳又有一些 超高的感覺 我看起來 腿這邊下面比例 是妳的頭髮 肚臍在哪裡 原本的肚臍在哪裡 妳本來肚臍在哪裡 妳本來肚臍在哪裡 看 胸部以下都是腿了 真的 肚臍在這 她十分 我現在 我現在 你看 妳看兩個比例多好 比例多好 好妙喔 真的 然後這給大家看 原本肚臍在這 對啊 你看 她說 好強喔 好強喔 你看 不行... 要這樣 可是妳不得不說 走一下... 好 肚臍超兇 好強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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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 來這 很真喔 好強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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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厲害 洋洋如果有一天妳跟... 就是還沒結婚之前 跟一個女生去約會 一拖一拖兩個肚臍 妳嚇一跳嗎 我直接回家 嚇到了 什麼事件 真的 所以我們女生要變美 真的會不擇手段 而且我們就是要到妹 我們才會停止 所以有些人會維持著 一輩子 對 堅持下去喔 大家一起加油 加油 好 再來我們 加油 董事長 下次見囉 拜拜